这个男人瞎了大半辈子 现在在奈米技术的治疗下 泛白的眼球组织立马激活在生 污浊的精状体也变得干净透明 没过多久竟然重新见到了光明 不仅是眼球在生 在这里就算你整个脑袋都被砸坏 奈米技术都能将你的细胞重择 快速修复好你身体的每一步 可这么厉害的科技 也让一些人感觉害怕 他们是反对高科技的极端分子 认为这是违反了大自然的自然反作 因为他们的暴动 全球最大的人工智能公司 被瞬间炸火 这个领域的大拿也接连被刺杀 发狂的极端分子还在公众场合里 偷袭了天才科学家德普 万幸的是 取出子弹后的德普脱离了危险 可在随后的检测中 医生在子弹中查出了放射性物质 并告知他们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放射物质已经侵入德普体内 就算护理的再好 生命也只剩下四到五个礼拜 已经被下了死亡判决的德普 决定在最后的时光里好好陪伴家人 回到家后 妻子依福林看着 身体日益变差的丈夫心疼故随 可除了陪伴也想不出别的解决办法 这天依福林车上 无意之间发现了一份 关于提取猴子意识的报告 脑海中突然灵光一现 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第二天一早 依福林来到了德普所在的公司 趁人不注意 拿走了量子计算机的芯片 接着就来到郊外 临时租下了一个试验场地 为了保证实验顺利开展 依福林找来了好友麦克斯帮忙 等到一切都准备好后 依福林剃掉了德普的头发 并在他的头上贴上了 各式各样的神经传输数据线 实验进行得十分顺利 德普的所有记忆都上传到了电脑中 但如此消耗能量的工作强度 让德普死在了几天后的一个早上 在依福林接受了德普的死后 他尝试和电脑中的德普进行沟通 刚开始电脑里的德普 只能用简短的代码问候 但很快作为天才科学家的德普 立刻就开始在电脑中自我生计强化 学习速度比作为人类时还要可怕 一旦连接网络 德普将突破极限 变得无处不在 但这样的举动 被麦克斯出手阻止了 他觉得这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德普 仅仅是一个超强的电脑程序 可现在的依福林 完全听不进麦克斯的劝告 直接将他赶出了实验基地 就在返回家中的路上 麦克斯一不留神 就被极端组织的人抓个证人 在他们的言行拷打下 得到了德普和依福林实验基地式位置 而这边的依福林 已经开始帮德普连上了网线 在极端分子闯入的前一刻 德普成功突破了计算机 历史完全融入了网络云端世界 为了更好的升级和进化 德普给依福林的银行卡上 直接打了3800万的人 并在网上把那些极端分子的名单 传送给了联邦调查局 很快一部分极端分子被抓漏网 而那些漏网之鱼 销毁了所有的智能通讯工具 藏身到了偏远的山区 趁着这个时机 德普让依福林去买一个乡下小镇 并且赤巨资建立了一个 规模巨大的人工智能研究所 数都数不清的太阳能电板 为地下五层的实验室供给能量 在如此发达的硬件设施加持下 德普的进化程度已经达到了巅峰 连纳米再生技术都已经完全掌握 无论什么材质受到破坏 都能用这项技术恢复再生 它可以让枯萎的植物重换生机 还可以让污染的水源清澈纯净 但德普也并不满足于现在的一切 这天 实验室来了一个 因为干活被砸伤的包工头 伤势之严重我就不给大家看了 反正是医院治不好的那种 只见工友将它放在手术台上 屏幕里的人工智能德普 立即操控三个机械臂 为昏迷的包工头注射那米熔绵 下一秒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只见原本伤口裂开的包工头 竟然慢慢愈合了窗面 已经粉碎性骨折的小筒 也逐渐恢复了正常 而变化还不仅是这些 第二天依福林从实验所走出来 看到昨天受伤的包工头 不仅下地干活了 并且单凭双手 就能轻而易举地扛起超重的钢铁支架 看到眼前这幕的依福林 不禁感到不可思议 然而更加震惊的是 丈夫德普竟然还入侵了包工头的身体 晚上易富林被噩梦惊醒 睁眼就看见了 24小时陪着自己的电子张网 现在他心里想到的不是温暖 而是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惧 不久后 联邦调查局的人得知此事 来到了德普他们的实验基地 当他们进入基地后 看见了拥有自主意识的电子德普 都纷纷失去了表情管理 脸上露出了惊恐的神情 随后德普又向他们 展示了一番内米再生技术 接着又见到了 那些被内米技术治愈的工人们 那些曾是断胳膊断腿的人 现在个个都变得力大无穷 离开前黑书悄悄得 易富林塞了一张小纸条 上面写着尽快离开这里 原来黑书和莫菲认为 德普不是在帮助受伤的人 而是在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内米人军队 两人为了阻止德普的进化 甚至不惜找到反科技组织进行合作 还请求上级支配他一支武装部队 这边的黑书找到 起初一起设计德普程序的麦克斯 想让他编写一套有病毒的代码 入侵德普的系统 但麦克斯说要想写出这种病毒代码 就必须要抓到一个纳米人 好找出他们的原代码 黑书答应了这个条件 很快军方就拉来了一批 不用任何电子设备的重型武器 他们用铜网遮盖了一个作战地方 就在德普的实验基地下面 而此时的伊弗林也发现 德普变得越来越没有人形 对待他的态度完全取决于 电脑检测他身体的激素水平指数 已经失去了人与人之间 那种感性大过理性的爱人 那种无条件相信对方的包容 这让伊弗林很是难过 显然德普还是一个 没有感情的电脑程序 伊弗林惊慌失措地走出实验基地 德普连忙控制工人追了上去 可才刚出门 周边就发生了一连串的爆炸 麦克斯和军方的人从地下爬了上来 见此情形 基地的工人们也包围了过来 双方的矛盾一触即发 麦克斯开枪设计了一个工人 一眨眼的时间 他的手掌便通过内米技术自动修复 下一秒武装士兵对着他们不断开枪设计 工人们刚倒下 他们的伤口就开始自动愈合 随后就像没事人一样站了起来 面对这群打不死的对手 士兵们立马躲回了地道里面 结果其中一个内米工人追了上来 没成想在拐角的地方 跑进了军方早就设计好的 隔绝网络的同网陷阱 就这样他们成功抓到了一个内米人 准备通过这个内米人找到原代码 这样就能让麦克斯写出 入侵德普系统的病毒 如此先进的科技 为何一定要摧毁 发展到不可控制的趋势 他创造的内米分子系统 可以通过蒸发的方式 去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但凡有网络的情况 他就能通过这些内米分子 控制任何物体 成为世界的新主宰 看到丈夫已经执迷不误 伊弗林也离他而去 开车逃到了一个郊区的小渔馆 第二天早上 一群身穿防护服的人 破门而入把他带走 等见到黑书后 他才知道自己是被联邦调查局抓来的 这时伊弗林也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 随后麦克斯摇取了一杯雨水 通过显微镜可以看到 里面全部都是德普制作的内米分子 回想起德普一个月前的那场演讲 他们猜到了 德普想成为人类的新主宰 伊弗林打算及时阻止德普的行径 他决定把病毒注射进自己体内 等回到德普身边后 再把自己的意识上传到电脑 这样就能摧毁德普的整个系统 但代价就是他也会一起死去 可现在看来 也别无他法了 伊弗林驾车回到了基地 而军方也在不远处准备好了武器 就在这时 黑书突然发现德普脱离了电脑 变为了实体的内米人 看到丈夫的伊弗林 一时间就激动得热泪盈眶 紧紧拥抱住德普 不过他依然催促德普将自己的意识上传 可德普一眼就看穿了伊弗林的心思 远处的军方看见这一幕 以为他们的计划已经失败 便提前发动了攻击 混乱中 伊弗林被炮火击中身受重伤 这下彻底激怒了德普 愤怒的德普控制内米人 对他们发动了进攻 一时间军方被打得节节败退 德普看着奄奄一息的伊弗林 他即便知道一旦上传 妻子的意识自己也会消失 可为了伊弗林 还是选择了放弃自己 在意识上传后 伊弗林通过内米分子 看到了德普绘制的未来蓝图 白海蓝天的洁净工厂 绿意盎然的森林 可以直接引用的水源 原来德普并不是想控制世界 他是想让这个世界重新变得更加美好 这一切其实也不是德普的梦想 而是以前伊弗林的一举无心之谈 这一刻两人消除了与对方的误解 可随着病毒慢慢起效 夫妻俩也拥抱着停止了呼吸 等到麦克斯感到后 看到的只有两具冷冰冰的尸体 与此同时病毒也通过网络 在全世界传播开来 所有联网设备全部陷入瘫痪 人类又重新回到了 科技初期的原始时代 镜头一转在后来的几年里 各种网络工具已被人们摒弃 全球科技也大幅度退华 而当麦克斯来到之前德普为伊弗林 打造的花园之时 看到了从向日葵上落下的一滴水 竟然将地上的污水慢慢净化 超验骇客是一部2014年上映的电影 影片探讨的是 人性和人工智能 究竟哪个更令人害怕 当人工智能逐步成长为无所不能时 人性本能地感到了威胁 并急于将其消灭 根本不会考虑其是否真的会作恶 所以 人性恶的一面是必然存在的 换一个角度 如果无所不能的人工智能真的是恶的 那么人类将面临猎顶之灾 正如大自然中的优胜劣汰 所以 人的求生本能也是无可厚非的 本片正是对这个 很难给出结论的问题进行讨论 好在导演并没有 把影片往不可收拾的方向发展 让我们停留在了美好的遗憾之中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个故事叫做超验骇客 欢迎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